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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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Gobi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個月收到的PR Package 和我自己的指扣 今天就只有兩個PR Package 其他都是我自己的指扣 PR Package有Look Fantastic 有收到Lush的PR Box 另外 字購的有 ASOS iHerb 還有我買了少許隱形眼鏡 就是在這個Keylens Pop Group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我這個 公關品或者是 字購品的開箱的話 記得看下去吧 5月和6月都比較難可以在家裡拍攝 因為大家可能會聽一些字字聲 因為我家裡的樓下 就在裝修 所以希望等下不會太吵 我盡量選一些比較 小開工的時間 因為它由早上9點已經開始 工作 又在轉 又在搭 希望大家不會有太大影響 如果聽了少許聲音的話 也希望大家見諒 希望大家不要太加意 在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新來到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 我是Gobi 我的頻道是關於 NATURAL ORGANIC BEAUTY為主 亦都關於 CLEAN SAFE BEAUTY的題材 WELLNESS VLOG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段 記得去我的頻道 看看其他的Playlist 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 和按下這個小鈴鐺 下次我放在身邊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 我馬上開始 看一些PR Package LUSH的PR Package 其實我月初已經收到它 裡面好像是他們的三件產品 圍繞著一些夏天的題材 它開的時候 一貫都是用他們這些可以降解的粒粒 做它裡面的防震 打開看到有三件產品 分別有他們的一件蕃茄 它這一粒蕃茄 就叫做檸檬椰子香薰茄 那也是他們的一個 檸檬 中間這一塊就是 椰子味比較重 也是一個很清新很清新的味道 裡面都有用到一些 檸檬精油 檸檬皮 這個我會試一下 但普遍來說 LUSH的蕃茄 結成力都比較強 這個就是 如果大家可以用蕃茄的話 大家都不妨告訴我 你們對他們的feedback 第二件就是 它這個香橙的磨砂木浴露 其實這個是一個 可以用來沖涼的 蕃茄 裡面用到海鹽 它其實也挺流質的 你看到是一些海鹽的粒粒 很香橙味 我覺得夏天用來做磨砂 應該蠻新鮮的 不過看看成份 它也有落到SLS 大家留意一下 自己我本身 不是太用SLS的產品 不過也很感謝LUSH 送給我試一下 看看效果會如何 好 最後一個就是Tango的身體 其實之前我去開他們的活動 也聽過他們介紹 這些身體 其實就是洗澡後 濕身的時候 就塗在身上 好像一個潤敷箱一樣 但要洗走 這個就是他們夏天特別推介的 一個很冰涼的 一個 Body Conditioner 是一個薄荷的口味 其實我很有興趣 很Refreshing的 Mint的味道 其實我自己本身 有買到他們的Rose Argan 也是一個Body Conditioner 但Rose Argan 是很香的花味 它也做到一些滋潤效果 看看你喜不喜歡那股味道 大家都知道LUSH的一些香味 是很獨特的香味 大家可以去他們店裡聞一下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Tango 很Refresh的薄荷味 但它也有一點點 對 它也有一點點Cinamon Citrus 有一點點的味道 因為它裡面也有 Grate Fruit Oil 和Cinamon的 一些油 對 而且它說 按完 洗走之後 你會覺得很冰涼 對 其實我很期待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去LUSH的店裡聞一下 我想我應該率先試的就是這個 對 好 看完LUSH之後 我們就來開這個小小的Beauty Box 這個Beauty Box 就是來自Look Fantastic Look Fantastic 原來它每個月都有類似的Beauty Box 它每個月的產品都不一樣 我就收到它這次寄來的粉紅色的Beauty Box 我們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它來的時候就是一個天地蓋的粉紅色盒 然後裡面其實每個月都會有一本書仔 那這個書仔就介紹它每個月有什麼產品 今次的Beauty Box裡面就有這麼多件產品 所以全部都是Sample Size 但我自己也挺吸引的 首先就是有一對Alor London的Eye Lashes 其實我自己就比較少戴這些假睫毛 都可以挑戰一下 而且它的假睫毛是跟著一個小小的膠水的 對 它這個是可以reuseable的 一個Eye Lashes 可以用五次 對 還有它說它的膠水可以保持18小時 很厲害 它的樣子都不像一些浮誇的系列的Eye Lashes 真的都比較親民的 自然的樣子 我都可以挑戰一下 我自己用得吧 另外還有一個Sheet Mask Beauty Pro的一個玫瑰的Sheet Mask 它裡面就有Rose Charmel米和Sea Wheat 對 這個Sheet Mask 原來是用一個Bamboo的Fiber去做的 對 好像質地是比較特別的 它說裡面的材料主要是植物的成份 還有它是沒有水在裡面的 不知道是不是用老衛汁來做那個Base 哦 原來是用梅桂花水做Base 對 對 敷5分鐘的Sheet Mask 接下來就收到一個Sample Size 就是Ren的這個Mosturizer 它就叫做Ever Calm 裡面也有用到Sesame Seed Oil Camelea Seed Oil Shea Butter Orange Peel Oil 和Sunflower Seed Oil 去做那個主要的一個潤脂潤效果 聽起來就比較偏向一些潤的油脂 我不知道我的皮膚是否受到 或者比較上Camelea Oil 這些的油是潤脂一些的 所以我就要看一下這個 然後收到一個Advanced的 他們的Overnight Facial Serum 是一個精華來的 是晚上用的精華 字面呢 看到上面寫著 Pink Orchid Hydronic Glycerin White Peony 那真的有粉紅蘭花 有透明質酸 有金油 有這個Peony 主要是製作一個保濕和彈性的 這個就會試一下 另外 收到一個叫Glow的牌子 它這個叫Scrub This 是一個純布的磨砂 不是塗上去的 打開了 原來是一個小小的純布磨砂 即是手指按下去 挺有趣 濕了水之後 就擦擦擦擦擦的 一個純布去角質 我還有可以 一個Punking的喉 它說 純布磨砂的小工具 最後一件東西 原來他們這個套裝 是有兩個產品 是會二選一感寄過來的 我這個Beauty Box 這一次就收到他們這個 Nails in London的指甲油 這個顏色叫May Fairling 是一個淡粉紅色 對 它這些Beauty Box 其實是By Subscription的Service 每一個Box 都有超過500元價值 在裡面的 我不知道這個Box 究竟是他們的6月份 還是5月份 因為他們5月份 好像是藍色的 他們5月份的那個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都把它的網址 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大家有興趣就去看一下 好了之後 就跟大家說一下隱形眼鏡 因為其實我就是這個 K Lens Pop 試試另一個牌子的 其實我本身就在K Lens Pop 戴開他們一個牌子 叫New Bio的 一個叫Flora Rose的系列 其實我現在戴的都是Rose的 真的是一個很淡的淡啡色 是一個起眼大不浮誇的 一個隱形眼鏡 而且它沒有外框 我就再試了一些其他款式 今次試的這些隱形眼鏡 全部都是來自同一個牌子 就叫做Geo Contact Geo Leisure的三款 我分別買了Choco 上面這一盒 Choco 中間這一盒 Brown 還有呢 最後這一盒 其實是沒有外框的 一個Natural Brown的顏色 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樣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戴過 Old Lens 有外圈的那兩款 其實有點像 Old Lens的Vivid Ring 對 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 Choco 這個是 Brown 它是淡啡色一點的 那兩個有外圈的款式 就是偏向自然一點的 如果大家想起眼一點 就可以看一下這款 這款是沒有外框的 就叫做Natural Brown Natural Brown這個顏色 其實它就只有內圈 但它比剛才看的那兩款 都要起眼的 這個 對啦 那其實呢 全部都很漂亮 我想說 是不錯的 而且它現在在做賣一送一 所以希望我出這條影片的時間 大家還有機會去買 我就覺得呢 啊 幾好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一下這些 Counter Lens 我就會把所有的連結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好了 之後跟大家來看一下那些衣服 這次跟契奇 夾單就不買這些東西 那它那些就是男裝 那我自己買了一條裙和兩件衣服 那條裙呢 其實我已經偷偷雞夜穿了一次 哈哈 這三件的衣襪呢 全部都是來自 他們應該是自己 開發一個牌子 叫做Coalition 這樣的牌子 那就是小小 很隨便的 有些特別cutting的衣服 但是一些 streetwear 多一些 就是 休閒服飾類型 多一些 那我就買了一條長裙 那我自己呢 買開這衣服 我是買8號 UK 8號尺寸的 但是呢 這條裙呢 我的略嫌呢 它有一點點鬆 其實我可以size down 不過我都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不穿上身了 但是呢 它是很漂亮的 我想說 是一些我喜歡的 寬的款式裙 是好看 而且它也是一個方領 你知道我很喜歡一些 比較方、寬、寬、寬 而且它不會太緊 看起來 是會覺得你很瘦的 這條裙 那就是一條長裙 那它沒有腰身的 是寬的 那 它的布料呢 其實是有少少格仔紋 不知道大家看到 那它的布料其實是這一隻的格仔紋 它是挺涼爽的 有少少好像麻質的質地 摸上 我不記得是不是麻質了 而且它旁邊其實是有條拉鍊 但是呢 我就不需要拉條拉鍊 我可以到頭粒這樣穿下去 我呢 鋪一張照片在這裡給大家參考 我自己穿8號可能太鬆了 那如果大家跟我差不多身形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尺寸 可能穿UK6號也足夠的 那大家反而要留意一下它的長度 因為它呢 這個呢 剛剛到我的小腿對落一點 如果是UK8號的話 那如果大家是UK6號尺寬 可能它會弱了 就會短身一點 大家留意一下 我自己呢 有5呎 6吋的 那大家參考一下 但是我對這條裙子很漂亮 很舒服 而且一件過就這樣凹 這個戴著天時的 真的很適合 就是一件過 你又會覺得很涼爽 不會太熱 又是飄逸 是很好啊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看一下這條小黑裙 都不細的 這條寬的黑裙 應該說 那就去看一下它 這件是 好漂亮 我很滿意 之後呢 其實我買了兩件的TOP 其實呢 基本上我都試過了 我都覺得不錯 都是來自collection的 這件呢 就是 它有一個 小半頸的細節 一件 背心 它呢 是兩件 一件 哈哈 對 如果大家不清楚 可能看那個照片 那 它呢 是一件的背心 就像我這件一樣 但是呢 它的設計呢 是 前面這裏 多了一個半頸的細節 就是在這裏 再斑一個半頸 對 大家看一張照片 我覺得會比較清楚 這件呢 也是好看的 對 也是我喜歡的一款 貼身一點的TOP 最後一件 coalition的衣服呢 就是一件真積的 其實是一件CROP TOP來的 但是呢 我覺得CROP TOP的尺寸 它對我來說太短 所以我特意買大了兩個碼 這個是UK12號的 一件TOP來的 真積TOP 還有呢 我很喜歡這個Print 哈哈 我喜歡一些很可愛的 真的 換味一點的Print 還有呢 它這個 格子樓這個位置呢 買大尺寸呢 它就不會那麼緊 還有我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就會有一點點鬆 不如我粒上身給大家看看 對啦 那我粒上身呢 就是這樣的 那它剛剛好呢 到肚臍上面 我肚臍在這裏 剛好 肚臍的上面一點 那就剛剛好 還有鬆身又不至於走光 所以呢 這個是UK12號的尺寸 那大家 有興趣呢 就可以看看 我只不過我喜歡這些 這樣的 可愛的衣服 對啦 其實我自己個人來說 挺喜歡 COLITION的 那些 衣服的風格 對啦 就是我自己適合我的口味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就去看看 COLITION這個牌子 我自己覺得也挺特別的 最後呢 最後呢 就是我iHerb的自購啦 那這幾個月呢 都是一些 關於我做功課的 一些 補給來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過 一些 你又在這裏講植物油 那就 大家見諒啦 這些自己開箱裡面 都真的 基本上很多都是植物油 裡面就是這裡的渣 那我們來逐一逐一看吧 那首先呢 好 讓我講完植物油先 植物油呢 那就買了一個 Fractionate的Coconut Oil 那這個是分流的一個植物油來的 分流植物油呢 其實對於保濕呢 都挺好的 主要是用來 迅速吸收到皮膚做保濕的 那分流植物油就沒有其他植物油 那麼多維他命啊 那麼多其他營養素 那但是它有好處呢 就是很快被皮膚吸收之餘 是清爽的 那我買來呢 就是做一下 可能遲些會自己做一下 一些潤唇膏啊 又或者做一下 一些肌膚的東西 那所以我就買 這一支 Fractionate的Coconut Oil Clean organic 這個牌子呢 它也有出Cold Press 和一個 自然的油 那我買了 Argan Oil 和Cojoba Oil 來試一下 這間的油呢 質素如何 那我買了兩個 120ml玻璃瓶妝的 那 LIFEFLOW的Camelea Oil Camelea Oil呢 其實是很適合乾性皮膚 那如果大家長期是很痕癢的話呢 Camelea Oil呢 十分之適合用來做這個滋潤 還有呢 這些很脆弱很乾燥 起裂紋的皮膚呢 都適合用Camelea Oil的 那我買了 NOW的一個 Peppermint essential oil 這個是一個 30ml妝的大大大小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很喜歡Eucalyptus 很喜歡Peppermint 這些來做擴香的 那我自己呢 就很喜歡一些香味 所以我呢 擴香都用得很快 所以我會買定一支大的 那還有 又是啦 那如果大家 你買NOW牌子的話呢 最好選擇綠色Gradient的 Organic的 它們的Essential Oil 好啦 油就說完了 那接下來呢 這些就是一些 生活用品啦 幫契奇買的 就是我幫她買開的 hair wax 就是來自 Gilvani這個牌子的 Magnetic Force Styling Wax 那這個牌子 她用開這麼多款 Gilvani的hair wax 或者gel來講 她自己最滿意的 那我也補給她 大家上次看我五件 最值得呢 都聽我介紹過 他們這個牌子的 一些incense 那我買了他們的第二款 來試試 他們這隻叫Superheat的incense 但是那個香味呢 就這樣隔著包裝紙紋 我也覺得很香 那我來試試看 這個味道和那個味道有什麼分別 或者燒的時候有什麼不同 然後呢 就是卸妝油 卸妝油 卸妝油呢 我打算試一下Aroa Kasia的 這個cleansing oil 那它這一款呢 是沒有味的 那它呢 就用這個sunflower oil 做底 那我想呢 如果我用得好的話呢 如果質地都是我喜歡的話 其實我可以自己customize 加一點點的essential oil 都可以做一個我自己喜歡的卸妝油 但是當然啦 我等我試了這個bass 到底有沒有用 那如果有什麼好的feedback的話 或者它會在我的 不見證上去出現的東西 對 那都要等我先試過 之後呢 這三樣都是一些新試的產品 就有Dermac E 出了他們的resurvicing pad 是用fluorolic acid的cleansing pad 即是那些棉花 去角質的棉花 裡面有用到白泥露唇 有DMEA 還有Lactic Exit 裡面呢 是有50個那些棉花 即是用來做去角質的 那每次你做完清潔之後呢 就用它用來按 幫你去角質的 那我就買回來試試 好用 因為我自己其實挺喜歡 Dermac E這個牌子的 那 overall來講 我的面霜是挺出色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去看看 之後呢 就有一個新出的Badger的 Clear Sink Sunscreen Cream 我看到成份十分之簡單 它的成份真的很簡單 裡面有Uncoat的Sink OXA 有22.5% 另外呢 其實成份只有幾樣東西 Sunflower Seed Oil B Swax 和維他命E 成份只有四樣東西 所以就買來試一下 它好像還伸出了一個給BB用的 它是有Charmel Mime 還有... 我不... Charmel Mime 還有... 我忘記了另外做一個 Essential Oil用的 這些extract 那它那個呢 都是給這個多一點點成份 感覺上好像都幾類近了 那我看一下這個 這麼簡潔的 Clear Sink Sun Cream 究竟好不好用呢 那如果好用的話 就會推薦給大家啦 那對了 好了 最後一件東西 其實我已經急不及待試了 還有呢 我也覺得很喜歡 這個呢 就是Giofani的 一個Body Scrub 大家有看開我的 iHerb推介 都知道我很喜歡 Giofani的 Hot Chocolate Scrub 那個Chocolate Scrub 是用Sugar Scrub的 還有呢 每次洗完澡 你都覺得 哇...很香的 金沙朱古力味 那個... 那個... 那個Chocolate Scrub 是我每次 如果要聖誕之送禮物給別人 我都會第一時間想起它 因為我覺得 很適合用來做聖誕禮物的那個 那它呢 就出了一個 凍的 是cooling的 是... 是... 夏天適合洗的 這個呢 就是他們的... Salt Scrub 是鹽的Scrub 那它呢 就叫做 Cool Mint Lemon 那裡面呢 還有少許的香草成份 有一些薄荷葉在裡面 這個Scrub 和那個Chocolate Scrub 有少許的分別 首先它不是用砂糖 這個是用海鹽 那它那個... 摸的程度呢 是會... 稍稍給... Sugar那個 沒有那麼滋潤的 它是清爽一點的 那你呢 打開呢 其實我用過一次 所以我很喜歡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說 那裡面呢 有少許的... Mint Leaf 那... 很香的... 檸檬 和... 薄荷味 哈哈 那個Scrub呢 就... 鹽啦 所以如果大家有傷口 就不要拿來揉 那... 那... 它呢 揉完之後呢 你都照常是用水去過 其實它可以洗澡的 但是揉完出來呢 即是你在洗澡間裡走出來廳 那如果還在開冷氣的話呢 你會覺得... 嘩... 很涼 那時馬上降溫降不夠 三四度 那我呢 我很喜歡 我想說 夏天用一流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就是... 下天做一些清涼清涼的磨砂呢 都可以看一下 我自己就... 幾喜歡啦 那也是啦 而且它是一個涼滲滲的Scrub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記得不要錯過去看一下它啦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五月份我收到的一些PR Package 以及我自己做的一些小網購啦 如果大家看見有哪一件item 你覺得有興趣想我拍review的話呢 記得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說我就知道啦 那我希望大家會喜歡看今天的影片 有什麼不明白 記得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問我 又或者去我的Instagram那裡 私信我都ok的 那如果喜歡的話呢 記得給個like我留言 又或者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覺得有需要的朋友啦 那...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啦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愉快的週末假期啦 我們隔幾天之後就再見啦 拜拜